中信兄弟球迷 图为示意图 与本新闻无关 资料照 记者黄志原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前中信兄弟球员林玉清 张正伟 陈红文 蒋志兴昨天确定 与富邦汉将签下一年约 成为中职史上最大季后补强 球员工会也发出声明 搞公开调查结果 却无不法请示 有兄弟球迷不满 对球团失望 更有向米要离开支持的兄弟 富邦领队蔡成卢佐表示 球团有向检调单位查证 确认这四人都没做违法的事 加上教练团认为符合战力需求 因此给他们机会 球员工会发出声明强调 四人经调查后 没有不法知识 向中职联盟查询 去年度球技球场酒策 规定实施状况 职棒二十八年全年度并未发现违规球员 有不少兄弟球迷扬言今年不会进场 也有网友在中信兄弟的官方脸书下留言 大家白乐 我要离开从元年就支持的向对了 令人失望的球团 令人无奈的领队 我支持兄弟近三十年 我情感上无法转队 但今年我也不会进场 也不会关心战机 也有网友要求中信兄弟刘志威要出面说清楚 兄弟球迷不满中信球团 图片取自脸书 林玉清 左 张正伟 钟 陈洪文 又 成为富邦汉将议员 记者 黄志原社 请不吝点赞